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教學的遊戲是東印度公司 它是一款二到四的 每一局遊戲大概60到90分鐘的中度策略遊戲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怎麼樣玩吧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起始設置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個玩家都會擁有自己的玩家板塊 並且會領取一組同樣顏色的木頭方塊 木頭方塊就是我們每個玩家的船隻 它會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起始設置在 最下面這個閒置船隻區會放置五個 在這一格中間第二個區塊 載運格上面每一個貨品會各有一個 另外還有五個是預備船隻 我們就把它放到主板圖一側的預備船隻區 接下來我們會來介紹簡單的遊戲基本概念 在遊戲當中我們這些船隻會利用它來獲得貨品 還有載運貨品 當我們獲得貨物的時候 就會把你的船從閒置船隻區往上推移到載運格 表示我獲得了這個物品 比如說像現在我獲得了一船的茶葉 我就會把這個閒置船隻往上推 表示我載了一船茶葉 那一樣我如果獲得的是瓷器 就把它推到瓷器的格 那如果獲得香料就推到香料的格子上 相應的 如果我花費貨物的時候 我一樣就把它從載運格上往下拉回來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花費了兩船的絲綢 我就把它推下來 表示我花費掉它了 在遊戲中每個玩家會輪流進行回合 輪到你的回合的時候 你可以執行兩次行動 那會從以下幾種行動當中去做選擇 第一種選擇派船買貨 怎麼派船買貨呢 我們就要從我們的閒置區 派遣船隻到中央的港口區 港口區是這一塊 就是有四種貨品都對應的港口 那像我現在派進來是紅色的 是香料港口 所以當我派船買貨呢 我派了一船到香料港口 我就可以從我的閒置區推一個上來 表示我獲得了一船 等於就是說我派船來買了一船的香料 那我就是用一個船去載它 所以完成這個動作呢 我們會回溯一下 我們會花掉兩個Token 就花掉兩個船 首先我要派船到這裡來 然後買了一船的香料 所以我需要一個船來載它 這樣子叫做派船買貨 那同樣如果我現在想要的是黃色資源 我想要買的是絲綢的話 那我就一樣派船到絲綢的港口 那我就可以獲得一船的絲綢 但是呢 派船買貨會有一個小限制 就是在同一回合當中呢 因為貨源有限 所以越晚進去的玩家呢 他要花費的船隻會越多 比如說 假設現在呢 我剛剛已經進來的這個香料港口 如果我自己 或者是其他的玩家呢 再想要也想要來進香料 也想要來買香料的話呢 他這邊就需要花費兩船 他才可以買到一船的香料 比如說像我自己 我現在要進來 然後我第二次進來 就需要花兩船 那我一樣 就只能獲得一船香料 彼此類推了就是後面的 第三個要三船 第四個要四船 接下來玩家也可以交易貨物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遊戲一開始設置的 相對行情區呢 都是在三的位置 就是四種 貨物的相對行情呢 都是一樣都是三 表示說我們可以用三船的香料 換成三船的絲綢 或茶葉或瓷器 以此類推 那在遊戲當中呢 我們可能會有行情消漲的時候 比如說呢 像下一開始都是三 那當時我們有可能會有這樣 這樣 行情變動 當香料呢 已經從三漲到二 那絲綢呢 已經從三 往下降價 降到四了 這樣子呢 行情就會有所變動 現在就會變成 兩船的香料 可以換 四船的絲綢 可以換三船的茶葉 以此類推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行情的變動呢 來 交換物資 來賺了更多的資源 那實際的操作上面呢 就是 現在香料跟絲綢的交易比是2比4 所以說呢 現在假設玩家要這樣子運用這樣的交易的話 他就可以用兩船的香料 換到四船的絲綢 他的操作呢 就是把它既有的貨物格上面 兩船的香料呢 先花費兩船香料 把它推下來 然後獲得四船的絲綢 就是 二換四 這就是實際交易貨的運用 接下來完成訂單 玩家也可以花費你收集到的資源 來完成訂單 我們現在可以先來看 這邊前面的訂單排區 比如說玩家現在想要完成的是這張訂單 它上面的需求呢 我們看到它左上角 這邊是 需要兩黃 一紅 一藍 也就是兩個絲綢 一個香料 跟一個瓷器 那我們就從我們玩家版圖上的既有的貨品當中花費到這些資源 就可以完成這張訂單 所以玩家就可以花費兩黃 一紅一藍 像這樣 花費兩個絲綢 花費一個香料 跟一個瓷器 完成這張訂單 就把它拿到自己 圖版的一側 表示我已經得到了分數 就是 提升投資等級 玩家也可以花費你已經收集到的資源 來提升投資等級 那比如說像現在這樣我想要 提升黃色這個類門 就是提升私手的投資等級的話 就花費相對應的資源 然後把它往上推 當我們要提升等級的時候呢 比如說從等級1提升到等級2 我們就需要消耗呢 兩個 該對應的物資 比如說呢 我想將紅色等 這個類門 香料 從1提升到等級2的話 我就要花費 兩傳的香料 才能把它往上提 那同樣如果我要提升到等級3的話 就要花費3船 那提升等級是就花費4船 以此類推 像現在我要提升的是 黃色類門 就是私手的等級 那我要從1提升到2 我就要花費2船的私手 所以就花費2船私手 把它等級提升一級 那會達到什麼樣相應的好處呢 首先 我會馬上獲得一艘額外的船隻 因為我的船隊呢 獲得股東的投資 我就讓船隊變得更大 我們會更有操作的彈性 那再來第二個好處是呢 在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相對應我們會提高香料這類門的分數 再來建立據點 玩家也可以在印度沿岸建立據點 那它跟前面的動作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之前呢不論是獲得資源 或是花費資源 這些我們的Token 就是我們的木頭方塊呢 都只是在玩家圖板上面移動 並不會失去 但是這個行動呢 它會必須要犧牲掉你的方塊 永久將它移出版圖 比如說現在我想要在 綠色 就是茶葉這個產區的區塊 的沿岸建立一個據點 那我們來看這一區 都是據點區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據點呢 目前最便宜的是2 也就是說我需要消耗 兩個空船 犧牲掉 我就會從我的圖板上面 拿兩個船隻 犧牲掉 把它 繳回 供應區 那把其中一個船隻呢 把它放在 2的這個格子 表示我建立了一個據點 那建立據點呢 會有三個好處 首先在建立據點那一瞬間呢 會讓這一地區的物質直接漲價 往上移一格 所以茶葉就會從3 撞到2 再來就是建立據點的玩家呢 有權利可以選擇另外一個物質 把它降價降一格 比如說我現在選擇瓷器 讓它降 所以我建立據點這個動作呢 就讓茶葉漲價 然後讓瓷器也降價了 從此以後呢 所有玩家都可以用茶葉呢 更好地交換到瓷器 或是其他的貨品 第二個好處是 在一開始呢 我們有提到是在 派船買貨的階段呢 我們可以看到 你越晚進這個港口呢 你就要消耗越多的船隻 才可以一樣進到一船的貨 但是呢 現在 如果你在這個地區 你有建立了據點的話 它就會讓你 更容易派船進來 比如說像現在我是綠色玩家 這個茶葉的港口呢 原本我要進來買貨的時候呢 現在是第二次 所以我需要花費 兩個船 但是因為現在我有一個據點 所以我現在只需要花費 一個船就可以 所以我可以放一個船 然後就獲得 一船的茶葉 第三個好處呢 是在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還會計算 個別地區的 區域控制的分數 接下來是比較特別的行動 是走私鴉片 那鴉片呢 我們一樣是從港口去 獲得它 可是它跟其他的 資源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別種資源呢 我們是派船到港口去 比如說派船到瓷器港口 就獲得一船瓷器 派船到茶葉港口 就拿到一船茶葉 那 鴉片港口呢 它不太一樣的地方 首先你派船進去呢 不是一個 兩個三個 而是你愛派幾個派幾個 唯一的限制就是 你必須比 你必須進來之後 成為最多的 比如說現在 黃色玩家呢 已經派了兩船 那如果我要進來的話呢 我一定要 至少 三船 至少把它壓過才可以 然後呢 一整輪 而且我們進來的時候呢 不會馬上拿到鴉片 它會等到一整輪 大家都結束 都pass了之後 我們再來檢查 這個港口呢 有哪一個玩家 是最多的船 就比如說現在是 綠色最多 那就是由 這一輪是由綠色 爭奪成功 所以就是 有綠色玩家 獲得一船的鴉片 沒錯 就是一輪呢 在這邊 只會有一個玩家 拿到一船的鴉片 那鴉片的作用呢就是 它有別於別種四種資源 它是百搭資源 你可以把它視為 任何資源來使用 同時呢 它也是最強勢的 加益貨品 也就是說呢 你把它當作加益貨品的時候呢 它的行情 永遠都在最高檔 pass 拿取綠奪板塊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是東印度公司 玩家呢 其實在結束回合的時候 該做什麼事 去阻礙別人的貿易 所以呢 我們就是 看 我瞄準哪一種貨品來搶 比如說我pass 的時候 我瞄準香料來搶 我就把這一個板塊拿走 那它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呢 是我在下一輪的時候呢 我會拿到 一船的香料 就是搶到的東西 載回來了 第二個好處就是 其他還沒pass的玩家呢 就會受到我這個行動的干擾 像現在海盜板塊呢 有五格裡面呢 已經空了一個空格 海盜警戒格出來 所以呢 我已經pass了 其他玩家還沒pass了 如果說呢 他們想執行 一些跟港口有關的行動 比如說無論是 派船去買貨 或是建立據點 或是走私鴉片的時候呢 他們就 必須要先派遣一個船隻 來這邊巡邏 把這個格子填滿 它才可以執行那些動作 那這樣他們所使用的船隻 就會被受到限制 綠蘿板塊呢 也含有鴉片 也就是說它會幫你拿到鴉片 但它需要一些特殊條件 才可以選擇 當所有玩家都pass了之後呢 一輪就結束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輪結束之後呢 首先我們會把 剩餘的訂單牌呢 全部先移出遊戲 再來呢 我們會檢查 這邊的鴉片 走私鴉片的港口區 看哪一個玩家的船最多 那現在這個是綠色玩家最多 所以呢 他就獲得了 一船 走私的鴉片 再來呢 所有玩家呢 在這一輪拍出去的船 包含海盜警戒格上面 還有各個港口上面的船呢 我們就可以讓他 各自認領回家了 這些建立的據點呢 會繼續保留在場上 那每一個玩家呢 就根據自己剛剛所拿的 綠蘿板塊呢 把板塊繳回 然後並且呢 獲得一艘額外的船隻 並且是載運的這個 對應的貨品 比如說 綠色玩家繳回的是 香料的掠奪板塊 他就直接從 船隻供應區 拿取一艘新船隻 就直接把他放到 香料的載運格上 那黃色玩家呢 他就繳回的是 鴉片的掠奪板塊 就從供應區 拿取一個船隻直接放到 他的鴉片格子上 接下來我們會來進行 軍事等級的推進 我們可以看到呢 第一個回合呢 我們比較的Mark是這個 就是火槍的圖示 那這個圖示呢是我們在整局遊戲當中一開始就會反 我們就可以再看到 玩家 所完成的訂單牌 我們可以看到綠色玩家呢完成的是 有一個火槍的Mark 那 黃色玩家沒有 所以呢在這一輪目前呢是 綠色玩家在這一項Mark領先 所以藉由綠色玩家呢 他的軍事等級往前 推進到 從0推進到1 那他就會獲得一些分數 那最後結算的話還有 額外的加分 那第一輪呢我們結算完了之後呢 就把這個 好香的Mark呢 就移出遊戲 那我們第二輪接下來要比拼的這個是 金屬 除了藉由訂單上的 軍需資源來推進軍事等級之外 玩家也可以藉由在 一個地區 建立第三個據點 或者 將你的某一種商品 的投資等級 到達最頂 也都可以推進一個軍事等級 接下來呢我們就會開始下一輪 那我們就會將起始玩家的標記 順時針換下一位玩家 然後呢廠中上就開出8張新的訂單牌 五輪結束之後呢我們就來進行計分 以綠色玩家為例 那我們現在結束了之後呢 廠上所留下的 不管是貨品 或是空船 都不會有分數 那我們來看 分數呢就分三個部分 首先我們會從訂單 奈德本 也會從據點 還有軍事等級 那先看訂單 假設最後我們玩家完成的訂單呢 是這樣子 那配合呢 各類門的等級 我們就來計一下分 首先我們先看紅色類門 就是香料 香料等級是1 所以就一張 那就是1分 那再來 是看絲綢 絲綢等級是2 那有三張呢 照理來講應該是要6分 可是因為呢 2我們最多呢 計分絲綢最多計分兩張 所以練的時候只有兩張能計分 那其中一張的分數就損失掉 就沒辦法計分 所以這樣子呢 從絲綢呢是得到2乘2 也就是絲綢可以得到4分 那再來 綠色類門 就是茶葉 等級3 所以一張茶葉的訂單呢 是3分 那他有兩張 所以這樣子是6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這個雙色單 雙色單呢 是在遊戲整個結束之後呢 由玩家來選擇 他把它歸類於哪一種的顏色呢 會讓他得到比較高的分數 像現在這樣子 他的藍色等級是2 綠色等級是3 而且還可以呢 再計分第3張 所以呢 他應該把他歸到綠色 這樣得分下雨會比較高 所以 最後呢 我們訂單的得分就是 紅色這邊香料1分 然後黃色這邊 絲綢4分 這樣5分 然後綠色3張上9分 所以這樣就總共14分 從訂單得到的分數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據點影響力的分數 那就是 根據不同的每個區塊 那我們綠色玩家為例呢 按照名次來看 在紅色香料的這個 據點格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黃色玩家呢 有兩個是領先的 然後綠色跟紅色是 後兩名是平手 所以呢 在這個區塊呢 黃色玩家得到5分 那 紅色跟綠色玩家 後兩名平手 所以是3加1分 平分掉 所以每個人可以分到2分 那黃色這邊 絲綢類門呢 3加呢 都各只有一個據點 所以3加都平手 所以他們平分 123名加起來就是 每一個玩家獲得 3分 那再來 茶葉 綠色這一門呢 我們可以看到 綠色 兩個 黃色 兩個 紅色 一個 所以綠色玩家呢 是 前兩名平手 也是他平分12名 總共8分除以2 所以綠色玩家在這邊 獲得了4分 黃色也是4分 而紅色就只有一分 那最後一個 藍色的這個 領地的話呢 是只有紅色跟綠色的玩家 那綠色玩家比較多 所以他是第1名 那綠色玩家呢 在這邊呢 獲得了5分 紅色玩家呢 獲得了3分 那我們呢 現在計算的是 綠色玩家的總分 我們就先把它 加在一起 所以綠色玩家呢 從這邊 來得到的是 2分 然後這邊得到是3分 加起來5分 那這邊得到的是 4分 加上是9分 這邊得到5分 綠色玩家在 據點影響力這方面 總分是14分 最後是 軍事等級計分的部分 那軍事等級呢 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跟綠色玩家呢 他們都是等級5 那黃色玩家是4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軍事等級 到達多少 那就是拿幾分 所以綠色玩家在這邊 可以先拿到5分 那額外的加分呢是 在最後遊戲的結束的時候呢 你每贏過一個玩家呢 會得到額外加分 那現在是3人遊戲 所以你每贏過一個玩家呢 可以加4分 那我們 紅色跟綠色玩家呢 都贏過了1位 那他們就可以 獲得4分的額外加分 那綠色玩家呢 在軍事等級這一方面的得分呢 就是原先的5分 再加上他額外贏過 額外的4分 就是獲得9分 所以綠色玩家的總得分呢 訂單分14分 據點影響力分14分 軍事等級分9分 所以總和加強就是37分 好以上就是 東印度公司的教學 那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現在正在 折折進行武士當中 喜歡的玩家呢 不要錯過囉 同時 多美味 來吧